Core一個資料 製造剖析裡面我把我要的欄 然後錄在這邊 然後最後用Core的方法 所以按執行 上面是本來用切橫向的 那縱向的話是用資料剖析完成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就會得到我要的這些欄 有沒有 所以一個蘿蔔一個坑 通通都完成了 那後續當然如果你要再去 配合那個什麼插入裡面有資料 那個樞紐分析 可能樞紐分析表樞紐分析圖 你都可以再利用它 去產生你要的分析結果 那因為其實樞紐分析圖 跟樞紐分析表 圖跟表其實都會需要有一個前提 就是說你需要把資料整理好 你不能隨便給它一個亂七八糟的資料 它沒有辦法幫你分析出來 OK 所以基本上 這個部分的資料當然 你可以透過剛剛講的方法 那最後當然 我還有第三種 因為時間的關係 IE物件 那首先IE物件 回去可以試試看 這個地方就是 之前有個同學 他的工作每天都要做什麼 去把底下這個東西複製起來 所以他台北市底下有安部有這麼多 然後呢 他需要這個複製貼到Excel 然後換台北 台北你這邊動一下有沒有 他底下要動一下 他要把它複製貼上 所以台北市完了之後新北市 新北市又這麼多 他要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用那個HTB物件不行 為什麼要動態產生 那所以你需要做 就是去控制這個的下拉動作 他下拉之後產生這個東西 你把它抓回來 所以 回去有時間的話 自己稍微看一下 我這邊好像有一個 就是 最後下載 我把那個IE物件這個 完成了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那個東西 如果你要全部抓下來 我有做一個按鈕 用呼叫IE物件的方式 按下他之後的話 他就會自動啟動IE物件 然後會去自動做剛剛的動作 他就自動去 有沒有 我剛剛講那個動作 去利用IE物件 把它啟動起來 然後呢 模擬那個點擊的動作 點擊的動作產生之後 或是產生新的資料 再把那個新的資料 抓到Excel裡面 再換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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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動作就這樣子 OK 應該可以知道吧 所以你看做完之後呢 他以後呢 原本 每天就是要複製貼上 他大概可以做一個早上 他每天一個早上 他們就做這件事 因為他們沒有買這個資料 那如果買 買不起 所以只能這樣做 所以他們寧可找一個人 做這件事情 可是他如果把VBA寫好的話 不用啦 你看做完了 對不對 這個如果有興趣的話 回去第三個 如何利用什麼呢 用IE物件去下載資料 這個練習檔 這個是完成的詞次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也是之前同學問的 他也是已經做到很高幹 很多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 只要能夠上網的資料 全部都可以抓得下來 只是說呢 你要用什麼方式 用對的方法把資料抓下來 那當然就會產生你的價值 因為很多東西 尤其資料量大的話 其實很多啦 尤其國外的資料 很多人每天都在抓國外的資料 但如果不會都不會抓 怎麼辦 還是頭髮練鋼 如果可以的話 你會發現 你多幾台電腦 每天一直幫你抓 自動幫你分析那個圖跟表 報表馬上出來 甚至你可以有好多個螢幕 每天監控所有的一些行情 一些數字 對 你就可以精準的掌握一些趨勢 做精確的判斷 對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商場如戰場 你如果做了一個錯誤的判斷的話 那真的差一點點就是差很多了 所以這個即時情報怎麼做 所以未來這個大數據分析 不是未來 現在已經非常重要 以後我想應該會有個職稱叫大數據分析師吧 專門就做大數據分析的這樣的人才 OK 好像已經有這樣的職稱 而且金融保險業 對這方面其實依賴還蠻大的 那工具是不是一定要用什麼Python或R 我是覺得拉到 都還OK 因為最終還是產出結果出來 一般人還不會問你說你用什麼啦 會問的話通常是外行人嗎 當然你也不用跟他講實話 你剛才講說我用很厲害的工具 對 很多套嘛 也許你會 但是你不見得一定要用嘛 對不對 沒事幹嘛找麻煩 OK 那今天先到這裡好了 算得到 砧塔 shell 是 很快